你是覺得好東西都要跟好朋友分享 推薦一下他相關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不用特別推薦 我覺得都是每個人的緣分 自然而然就好 還有問題嗎 最近有幾個新的作品 我最近有幾個劇本在挑 我還是蠻希望今年可以再拍一個 我之前拍了一個殺手 是一個電影 也是希望今年如果可以的話 再挑戰一個我過去沒有演過的角色 但是比較確定的計劃是我年底會出一個 有點像是我的 個人的里程碑 因為我今年會滿30歲 然後會出一個一本新路歷程的書 也會有新歌 希望是一個比較精彩比較大的 作品可以給我自己 也給我的粉絲做一個紀念 所以想要今年就要滿30 這是一個輕鬆的狀態 有沒有覺得自己想跟你一樣 或是有什麼樣的目標想要打折 其實我今年有特別特別發覺 嗯過去自己真的太不積極了 因為我一直很羨慕30歲 很多40歲的女明星或是名人 我覺得她們都是她們最漂亮 然後最有個人風格 新時代女性的一個階段 可是我覺得你知道嗎 好事情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這也是透過很多的學習 所以我今年對於精品啊 不論是珠寶啊或者是 呃那叫做什麼 手錶還有 以前我也對鞋子沒什麼興趣 我都覺得希望可以培養自己有 更獨一無二的美感和sense 希望自己在 內在外在都可以有 30歲女人就是我最羨慕的那一種風情 嗯 所以自己心態上面是不是 能不能更加 比起以前的時候 當然當然 其實我非常的感謝這一切 雖然說還有很多很多進步的空間 可是我覺得身為一個 不論是女人或男人 我覺得可以在一個年紀 享受自己的工作 然後可以好好的品味生活 可以追求自己喜愛的時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幸福的 的一個狀態 所以其實我是蠻感謝的 嗯